大家好,今天是5月2日,星期四,照上的 香港美股採押也是在星期四跟大家见面 昨天就是5月1日劳动节香港的假期 希望大家昨天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今天在香港的新闻不是很多,财经的新闻不是很多 也不是太多的业绩 因为都是出内银、保险,我们都没有持有他们 所以今天我想讲一下,虽然我已经很多次讲过关于楼市 我昨天也做了很多short notes,一两板子 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如果看回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基本上只是差几点,几点就破顶了 过去来说,这么多年,当这个楼价又破顶 政府都会出辣招 究竟今次政府会不会又出辣招呢? 如果是,它会出什么招呢? 对楼市是否真的有什么实质上的影响呢? 今天和大家讨论一下 美股方面,一定要说 因为这几天Alphabet跌得很厉害 这两三天,Alphabet就是Google 跌了十个,以这么大只来说 几天跌10%很厉害 我只想今天和大家 可能有些朋友已经是 买了Google很多年 当成为一个永恒持股 究竟应该继续持有它 或者它发生什么问题 会无厉害 在几天里面 跌了百多美金 很厉害 以这么大只来说 比较开心 因为我们那个投资日志的收费版 一月已经开始去到我以前 是转了做save 做work的format 所以你现在开始去看 我再放回一季之前的收费版 那些排列就很漂亮了 字又很清楚 排列又很漂亮 即使你现在用手机看 你打横看 都是对得很齐 那些字又很清楚 其实之前那些 我真的不是很满意 但是没办法 我不想再打一次 所以有时对得不清楚 那些字不是那么 对得不齐 那些字不是那么清楚 但是现在开始 就全部 我之前已经用work format save了 那你用一个work format 抄到Google的blog 那个format里面 就是perfect的 一放进去 就不用自己对齐 已经是 那大家可以看 那已经是出到 一月尾的 一月尾的收费版 当然是一季之前 那大家可以 在凌光幕的blog 那个 网誌的blog 或者 YouTube下面你按下去 都可以直接看 香港财经R的网誌 好吗 那今天我们的鑽石狗组合 就是没有什么变动的 由100万增值到182万 那经历了39个月 那还有半个月到40个月 那我们今年就 其实坦白说 我们今年就没有什么target 要撕的 因为今年我们已经撕到 我们的target 其实我们的target 就是年那个股息 每年的组合有15%的增长 那我们已经做到了 就是第四年已经做到了 所以 我们都没有什么特别大要做的事情 只不过希望做得再好些 还有 今年来说 我也说过 我不觉得今年会有什么股灾 因为你看到 现在的行指定了 那我之前都说过 就 去去第二个画面先 都说过 就说 今年起码去到 六月 那行指都是牛皮市 你看到现在牛皮都很紧要的 就是29,000多上落 上落 每天都上落 上落 那 为什么呢 比较大的原因 就是 因为 Morgan Stanley 入A股这个会押后 那他再买 要去到11月 但是 你知道他们是大户 他们是大户的 坦白说他不会令指数跌很多 因为他如果令指数跌到27,000的话 那 坦白说他要再扔上去就很难的 用很多钱的 那 所以他现在用少少钱 就是某一些大户 我相信不止Morgan Stanley的 就定了个行指在这个水平里面 就是大概 比如说 28,000美 3,000头 那类 你看到很窄幅上落 有时 十几点都有 那 他就是等一个突破 等一个突破 就可以炒上去 所以 今年我觉得 应该不会有什么股灾 因为 即使 如何都好 现在的行指的水平 都不是太高 你以 这个 一个多月 现在看到的 蓝筹的业绩来说 大部分都对板 所以 行指合理水平 都是28,000 29,000左右 所以现在的指数 不是太高 没什么大问题 那我们钻石九组合 今天 经过了 大家看到 我们成立的日期 是1月13日 2016年 1月13日 2017 2018 2016年 2017年 2018 2019年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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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个多月 4个月 那我们的组合表现 练买股息 就是82% 这个就是我们的六大核心持股 由去年年尾 12月27日到现在的表现 就是 升值8% 那我看到那个 里面还有差不多60万是未用的 那我就 仍然在等着什么呢 我就在等着这个月海投资 那我就看不到它跌到14元 就是等了很久 我们已经是 就是来来去去呢 它都去到14.5 它又反弹了 去到14.4 它又反弹了 那如果它不是太划算呢 那我们都 就是那60万就保留在那 反正这个都是一个 参考组合来的 那但即使是一个参考组合都好 那很多朋友 其实他们退休可能 就是加加上都有300万 那你可以看到 即使我们只用了240万 那今年我们已经赚了24.8万 那今年我们已经赚了24.8万 只是头过4个月左右 今年 那我想 那这份股息呢 加上去的话 那其实你都够小的 就是一些 譬如说 可能大过我 65岁以上那些 其实根本上 你买这些 就是简单单的组合的话 300万的话 你每年都不用什么 你又扭住的话 你基本上 你想想 你已经有24万了 你一个月 用不需要2万元 用不了了 你又扭住 对不对 那所以 作为这些 永恒持股 或者是退休组合来说 其实是不错的 那其实这些组合呢 比很多基金组合的 你可以不妨对下有多少组合 是在短短几个月里面 升到8个%的 很少的 那如果月海投资 可以重拾 升势的话呢 是不止的 就是今年我这些组合 都是看十几个%的 好 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那大家可以看到 历史的高位是188的 那昨天 不知道昨天还是前天 是183 平均 我不是说 就是 每一个 港岛 九龙 我说平均 那你现在看到 无论是 大型单位 中小型单位 大型屋远 都很重要 你看到 那个 成交量和价位 升了1.2% 很重要的 而且你看到 大型单位 升了3.5%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 它那个 需求大 因为 现在很少 三房单位 起出来 太贵了 也买不起 差不多了 那究竟 政府会不会 很快又出辣椒呢 很多年纪 轻一点的朋友 就说 如果超出 家庭负担 指数太多 那楼价格 那楼价就爆煲 爆煲 爆煲就好 爆煲 我们就有机会买 我 听了这句 说话 起码五年了 那楼价也没有爆煲 那大家要先拿出来 那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楼价高 就不一定会爆煲 楼价高可以高20年都不爆煲 就是你首先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什么叫做爆煲 爆煲的意思呢 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 就是楼价太高 没人买 没人承接 就是 卖不出去 和你的价保不住 譬如我现在买一万元尺 根本就没人买的 那你要降到九千 八千 七千才有人买 那这叫做小爆煲 大爆煲呢 就是银行借出来的钱 大部分的人都还不起的 或者还不到的 那还不到就有很多原因 好像以前九七的没东西做 楼价下跌 它根本就已经是十个弧九个盖 那什么叫十个弧九个盖呢 我亲身经历过 就是有些人 他买了两层楼 其实他本身完全供不起的 那两层楼 有些借回来也好 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的目的就是说 譬如他当时我们买回来是200万的 那他打算楼价很短期 升到280万 那他卖了就赚钱 就是这样而已 那所以呢 所以楼价爆煲呢 是指两样东西的 第一样东西 就是楼的楼价没有乘接 太贵了 你不丢价是没有人买的 第二呢 就是大部分的人都在炒楼 他们是没有能力去供楼的 那在香港现在来说呢 绝对就不是 香港现在来说呢 就没有人敢卖楼 而有物业的人呢 大部分都已经供了 或者他根本上呢 就不止一个物业的 他其中一个物业已经供了 那怎么会爆煲呢 就是没什么的 他只不过 就是简单说一句 他现在一千万买一层屯门的 你只可以说他按钩 哇 你一千万买一个屯门的600尺 你傻的 是不是 我真的有朋友 上年六月 六月多 五六月而已 但是这样不足以令到 市会跌的 就是一个人做了一些愚蠢的事 大家明白 就是你做了 你用很贵的价钱去买一支笔 是没影响的 对整个市况 那第二样东西呢 就是现在的息口很低 两厘多而已 现在的息口而已 两厘多而已 现在的息口而已 我在这儿看 政府如果要出辣椒 怎么出呢 香港现在有些什么的辣椒呢 已经是 那 国内呢 就有限购令 限价令 限价令 限租令 有的 大家看到这个screenshot 就是 沙电第一城 六百三十万元 逆手 那这个呢 就是三百九十五尺 那平均呢 差不多呢 就是万七元一尺 那沙电第一城呢 就是 我同学买的时候呢 我想那时候我得 当然不是他买 就是他爸爸慢慢买 我记得那时候我都要十八岁 真的差不多三十多年前 真的差不多三十多年前 你想想这个楼栏 救得多厉害 但他现在卖一万七元一尺 哈哈 哈哈哈哈 两房而已 三百九十五尺 而已 不大 那你想想这个楼价 升得多厉害 但最惨的就是 现在楼价是由 跌了之后 升回上来 是吗 他不是由升再创新高 他是跌了十多个百分之后 再升回上来 而他升回上来 是可以爬到 这么接近之前的高位的话 今次必定创新高的 一定创新高的 创多少 好了 我们刚才说 限价令 限租令 在香港完全不会做的 政府是 因为这样的话 不是打击楼价 是令到 就是那个自由买卖的风气 没有了 那这个政府不会做的 好了 空置税 开了 对楼价有没有影响 没有 因为除了一些 就是类似纳米楼之外 大部分香港 我都见不到有楼是没人住的 甚至我走到上水 啊 粉岭啊 我都没什么见到楼是没人住的 但是我在国内呢 譬如我去到汕头啊 潮州啊 甚至是广州边随 譬如清远 坦白说 整个屋苑 百分之二十的人住都没有 两样东西来的 没用了 空置税 好了 刚才我们说到 银行 会不会大量的坏账 借了钱出去买楼 而回不来呢 没人还到钱呢 又不会 因为现在已经有 经过 九七和雷曼之后 又有入息评估 又有压力测试 又限制了二案 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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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案 又不行 那怎么爆煲呢 是吧 即是你现在去买楼的 他差不多 如果白点说一句 他就是当你贼 你做份工不稳定些 他就要你 即是他就要你工多些 那现在八百万以上的楼 是要工四成的 那是不是八百万以上的楼 要工五成呢 即是有没有 需要去到这个阶段呢 有没有 好了 我可以想 那现在做 即是商压印花税 那有 BSD 即是非香港 居民买家的税 那 SSD就是我们 现在要买的 就要付15个百万税 那你是不是再加拿呢 即是本来你现在 买第二个物业的 你是15个百仙 那是不是又15个百仙 加25个百仙呢 那你不如叫他不要买 是不是先 也是没用的 因为炒家死了 已经是现在 很少炒家 即是 那些炒家 最少他都是拿5年的 那拿5年的 不是炒家 对不对 对不对 那又是不行 好了 二手按揭 我们说了 又监控了 那如果加大 按揭乘数 即是 你现在要 三成的 那我要你付四成 而八百万要你付五成 那不是令到 即它不是令到 楼价格会降温 它令到那些人更加去抢楼 那些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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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楼会更加贵 你现在不是立刻要买呢 如果你现在再不买的话 那楼价就更贵 你更加买不到 对不对 现在它就是因为 因为楼太贵 它买不到 而供应又追不上来 那楼价才飙 你要它给四成 那就更加买不到 对不对 现在根本就是 不是银行看有事 那我想 都不行 好了大家看到这个 就是江湖山庄 大家知道江湖山庄 现在上了多少楼价 一万一千七百多 已经是 一定破一万二的 实用尺价 如果由后面追上来的话 江湖山庄破万三 万三至万四 是不奇怪的 这样追上来的话 我们现在太子楼 舊楼 就是秘图25年 已经是最少 要说万三四元一尺 最起码的 如果新楼 看看哪些发展商 如果在我们附近 譬如说行基那些 那些的话 是万八至两万元一尺 就是说一个 二百六十尺的单位 全新楼是五百万 五百万 你想想 就是你想想 那个升幅是多惊人 那我再想 会不会可以这样做呢 就是说 买第一层物业 税你要照给 就是15%你要照给 但是你五年之后 才可以再买 如果你有第二个物业的话 你就要十年之后 你才可以买 那这样又行不行呢 我不知道 但是很肯定一件事 就是更加多人去抢楼 因为现在香港有很多物业 不是香港人买的 是国内那些有钱人来买的 国内那么多有钱人 是很难重复的 你说非香港居民 给税 他就给了 是不是 就是香港那么小 一年 施楼供应 只有几千个 国内有十几亿人 0.01%来 你都死了 那香港最大的 现在的问题 就是大家在讲土地供应的问题 如果 如果 不将一些农地发展的话 基本上 你等这个明日大雨 我有朋友 就是跟我 就是说笑 他说 傻的你都 明日大雨出 还有十几年后 十几年后 如果楼价平稳发展 不要当它 当它发癲也好 你们太子区多少钱 我说必破两万 旧楼 必破两万元一尺 新楼 必破三万元一尺 如果十二三年后 以这样的形势来说 他说明日大雨 那时候买多少 你那里的新楼 买三万元一尺 他都买一万二三 便宜很多 便宜接近一半 那你便是买不到 好 其实根本上就是 对不对 他根本上的底数 就一直这么贵 那些什么 共享房屋 港人港地 组合房屋 现在你看到已经不说了 林郑 没用 那几百个单位 有什么用 没用 那些是废的 大家看到 刑哥幕上这个 租金指数四个月后反弹 租务市场硬正 四月再升1% 大家如果租房 其实租金的升幅是很惊人的 我们太子区一个三百多尺的单位 是由 现在19年 是18年 就是 稳定过 稳定的 没什么大跌过 是由 一二一三年 九千多元 升到现在 万三元 是很紧的 很紧的 是每年千多千多的升上去 差不多 一加六百 一千 那如果你 就是没有物业 要租的话 就很麻烦 很麻烦 因为他家的幅度 是远远超过你的薪金 很夸张 那当然 还加上一个 就是公屋傅务政策 林郑 为什么那些十大屋院 连环破顶 现在又再上 因为公屋傅务政策 赶走那些人 那个个人就去买公屋 那你公屋 坦白说 你新楼 他抽不到 不是个个抽到 不是大部分 很多我的朋友 第二次抽不到 就是居屋 那你要赶他走 那他唯有在私楼市场买 就是唯有在 白居宇那里买 那你所见到 为什么十大屋院 他又破顶 就是这样 因为那些人买 他没得选 如果不是他就浪费了 你不要以为少 你不要以为少 每年有 六千个 就是居屋单位的万卖 已经 将楼价飙升很多 因为你一年 都是出个万卖的单位 2020年更少 死症 我讲个故事给大家知道 我有一个老表 他比我小 41岁 他是一个工程师 来的 私人公司工程师 那他 就是那次我去他家 他租了这个 将近澳隔离 你再走远一点 差不多我下了地铁 都要走 差不多15分钟左右 叫坑口村 那里租了一些村屋 七八尺度 一万多元 一万三四元 因为他一儿一女 他太太 但是子女大了 十多岁 就是个儿子和女儿 不能够同一间房 那他是工程师 他跟我说 他说我是工程师 那他四万五元到一个月 那他太太是民怨 那两个加起来 大约六万元到一个月 那我问他 我说 为什么你不买楼 因为我说 你都成四十 就是他年纪 比我太太大一点 那他说 为什么你不买楼 他说 他很多年前是有一个物业的 就是差不多十年前 十年中一点都有一个物业的 那就是 那时候他 就是他说 那时候 建筑面积 都成千尺 七百多尺 但是后来十年前他卖了 那我觉得 那时候卖到无可厚非的 因为楼价很长的时间都不升 那拿回一些钱 好了 租楼住 那但是呢 慢慢慢慢楼价升下升下 因为你有两件背着呢 就很难 就是可以存到钱的 那他说最近呢 就没办法 就是要租这里住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地方大一点 有儿子有女儿 那还有一个东西呢 就是可以 就是村屋外面有一个位呢 就免费给他停车 那当然了 你开车停在公司 或者那些要付钱 那这里都是有一个位 应该就是有一个标位给他的 就是因为他自己住二楼 我去他家二楼 所以就 就是没有车位给他 那我说你不买都不是办法的 他说我知道 但是没办法 他说没办法 因为你现在就当 看张温澳那头为例 他说你 起码三个人你要六百尺 三个房 在那头最少都八百万 除非你买糖楼 最少都八百万 三百万首期他给得起 但是剩下 你借五百万 你分二十年摊环的话 一个月两万五 他说如果这份工我没了 一定找不到 你怎么找到四万五四万六 他根本现在是困兽斗的 因为十年后他的儿子都是二十二三岁 刚刚大学毕业 那他已经五十岁了 即十年后可能跟我这样的年纪 但是你好些 但是你不保证十年后你还有工作 所以他就唯有租楼住 但是你想想你去到五十岁 那你真的没有工作 你是没有工作 因为你就是养大了一个儿子一个女 加上少许钱 你想想 没有物业在香港很难搞的 除非他没有儿子没有女 是不是 我跟他在这个露台聊天 聊了半个小时 他都说是死症来的 现在香港是 你没有物业就是死症的 你有物业就是人上人 你没有物业就是死症的 因为你根本上是受不了的 你想想想 大家想想香港有多少个家庭 两个人可以有六万多元一个月 都是这样的 总而言之 你没有把那层楼留住 但是如果公满了他的话 你在二零一二一三年后 你已经很艰难的 现在是不用想的了 政府的政策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是 我也不懂怎么说 香港一个这么疯癫的环境之下 但是 就是 wind up 就是 我不知道政府可以出到什么辣椒 要不就好像空置碎这些 就是 又不痕又不痛那些 那些辣椒是 没有用的 要不就是出我刚才说的 你买第一个物业 就五年才可以买 再买 你买第二个物业 就十年才可以买 但是这样是无助降低那个楼价的 那些人都是一样出去抢的 你现在看 朗平新出的那个 又是去抢的 楼下是垃圾房 原来 朗平地铁站 即是西铁站出的那个 下面 原来那个地铁的楼盘 楼下是个 就是 我们叫什么 是一个 区里面 不是那个屋院里面的垃圾房 整天有些垃圾车进出的 都被人抢了 那你想一下多厉害 不理的了 照抢的那些人 大部分的人 要么就是老爸老母 六七十岁 有钱那些 要么就是大陆人 年轻的 很难 有 不多 即是有没有人十万元一个月 有 不多 好像我刚才那位老表那样 他都四万五元一个月 加上他老婆六万元的 但是他说一样东西 如果我被人炒了 百分之一百 百分之二百 是不会找到这样的人工的 没可能的事 根本就是香港 好 我们讲这个美股财经 大家看到道指都是差不多 硬硬硬硬硬硬 在这个两万六千多 又不破 即是接近破顶 破不破破不破之间 现在 那全民今下个星期贸易战会正式完结 簽署了所有的东西 那我们看一下 就是没音在说 对不对 Nesdaq Nesdaq 都差不多 八千零点 上上落落 好 今次讲 Alphabet的股价 在2015年 Alphabet 即是Google 在2015年里面 就变成Alphabet Google是他的子公司 你看到Alphabet最尾那边的股价是由1300跌下去的 最右手边的图跌下去 很少的 中间的下跌是因为贸易战那些不关事 很少的 很少这样在几天之内跌成130美元跌了10% 很少的 其实在2019年Google的Sales增长是17% 不过在2018年同期它的增长是28% 那增长是慢了接近一半 为什么呢 大部分的分析员都会说 为什么Google的股价会大跌呢 大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没有透明度 没有透明度的意思就是说 你是不知道它每一件业务 赚钱越蚀钱 不要说小数 连每一件大业务都没有的 例如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其实YouTube是Google的 大家知道吗 可能你不知道 其实YouTube是已经在13年前被Google收购了 YouTube的所有收入都是count into Google Google大部分的收入是分开几类的 幻端业务 就是你用Google drive的服务 硬件 例如你买它的手机 买它的WiFi 智能家居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它的Apps 就是你买它的Apps 通常在Google来说 都有这四类就是它的收入 但是在它的财务报表里面 大部分 Google都是拿起来的 例如 它就会写了 这个YouTube Plus 这个云业务的收入 那究竟YouTube 和云业务它们独立的收入是什么呢 就没有卸的 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呢 但是YouTube 已经占了Google的sales的15% 很重要的 2018年 YouTube的收入 收入不是纯利的收入 是130亿美金 就是过千亿港元 但是没有 13年来 Google是没有独立地 alounce过究竟YouTube sales是什么 支出是什么 顺利是什么 没有说过 从来都没有的 它是纳一块来说的 那另外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一个不透明的地方 就是新业务的规算 新业务有很多种 其中一个最简单的就是 硬件 硬件 就是比如说做一些WiFi智能家居 或者是Pixel手机 这些根本就是大部分都是虚钱的 因为太多competitors 它跟你是没有分别的 它是你在外面买的东西 是完全融入到Google里面的 所以这些大部分都是下跌的 但是它没有说过虚损是多少 没有说到 另外它出某一些收入的时候 又讲 就是将App Store和云业务 又混在一起 才出那个 那其实究竟 会不会App Store是 是虚钱的呢 或者会不会App Store是赚钱 但是云业务大幅下跌呢 又没有人知道 比较在分析员来说 既然你2018年第四季都叫做强劲 那为什么2019年第一季会这样呢 会发生什么事呢 又没有事 是吧 责资都打完 刚刚 那Google就是没有说这件事 那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那就是说 反映了 其实Google有一些业务 它应该是去 去无存清的 就是说 有一些业务它应该剪掉 比如Pixel手机 或者硬件 它应该剪掉 而有一些业务本身 譬如云业务 它根本是应该要再看过 因为云太多 太多了 人家不一定是要用你 或者会不会有一些东西要转做收费呢 或者YouTube究竟 为什么YouTube的点击率低了呢 是不是有一些 譬如串流影片已经被Netflix那些 抢了地盘呢 是不是 那很多东西它是没有认识到的 大家要知道 广告收入 佔Google很大很大比例的 7成多的 佔它的收入 那如果它不列清楚出来的话 那我们只能够当它 很多东西都一直在亏损 就算了 那你说前景它就不会跌 我觉得 跌都有一段时间才跌 但是如果它这么不清楚的话 投资者是很麻烦 就是说我买这些东西里面 原来你里面有四个东西 原来三个东西都蚀钱的 但是你又不接行 那是怎样呢 你要接行才行 你有疑问不要紧 你解释了疑问 你就学了东西 但是你有疑问 就是将它掃到地毯底 或者跟好的夹在一起 那变成好的给你拖累 不好的更不好 所以我觉得Google 会有一段时间都是不明朗的 那大家如果想买入Google的话 我觉得最好等一等 看它第二季 如果它第二季 仍然没有改善 仍然是 sales继续倒退的话 那就是 执行力的问题了 就是那个 那个头 怎样执行改革 就是业务有问题 是没有问题的 业务常常有问题的 是不是 但是你要action Google有很多钱 为什么可以做的事情 你不做呢 是不是 这个很重要的 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说Google 因为它大 很多朋友都拿着Google 很多的 由2000年左右有Google 是不是2000年 我忘记了了 大概有Gmail 零几年 已经差不多18年了 差不多18年19年 20年都有了差不多 所以那个业务老化是不奇怪的 那为什么令它精一求精 如何改进呢 这个才是那个 就是集团 的 就是他们那两个头 四十多岁 很年轻 应该要做的事情 那难当然要难 或者 integrate一些新的market 这都是他们要做的事情 今天讲了很长 今天讲了38分钟 好 那我们的投资日志 不多说了 那大家如果五月份的 你们想付费的话 就可以订阅的话 可以已经开始付费的 有很多读者已经开始付费的 那我们这个投资日志都相当受欢迎的 因为实用 我觉得 我自己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实用 就是 你在外面有很多不同的财经节目 真的 很多到你数不完的 你在YouTube里面 多到至少我自己一看都有十几个 我知道的有十几个 我不知道的可能有 有几十个 就是有三四十个这些节目 那你看都看不完的 但是问题就是说 你听完了 看完了之后 你是没有 就是你不知道怎么开始 很多都是 piece by piece 哦 煤气好 那我是不是给钱去买煤气呢 跟着就没有下文了 就是我经常都说一件事很简单的 我认识的读者里面 大部分都看过李嘉诚法迹史的 就是你看过那些书 你做不做到 你做不到 你复制不到 有些事情 就是你不能够走回去 1940年李嘉诚那个年代 当他将那个法迹史 告诉你 而你做不到是没有意思的 你只有个知智而已 下一步应该做些什么呢 这个是最重要的 我知道我要投资 我知道我要投资才可以做到财务之后 那我下一步要做些什么呢 或者我应该要怎么做呢 那就没有了 所以这些节目 你听20年 你再听多10年 你现在20岁 你听到50岁 你都不知道怎么做的 所以我们的投资日誌就告诉你 怎样做呢 怎样分析 怎样做一个组合 这个组合要怎样 manage 遇到问题的时候 怎样处理 怎样将资金去做配置 心法上应该买哪些股票 哪些股票有问题 我们要放出 哪些我们要增持 这个市场大升 这个市场下跌 我们又应该怎么处理 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些的话 那个节目你听完 等于没有听 我听过太多了 你们听这些节目 是不会多过我 我听过20年了 所以我觉得投资日誌是 不可以错过 我们的收费是很低的 150元而已 一个月 不是一篇文章 OK 那投资组合 刚才之前已经说过了 简单 39个月 由100万变182万 简单 每年的科学增长 大约是21.5% 够了 21.5% 好 那刚才我在节目开始也说过 大家可以看回我们的网子 开始收录回 一季之前的文章 现在已经将之前那些 是用work form 所以那些 无论清晰度 排列 都已经很好 大家无论用电脑 平板 手机 手机向横 那些计算是很好的 大家可以去看看 在上面留言也可以 如果大家想订阅我们的投资日誌的话 很简单 你付费 那你可以过数去我恒西银行也可以 过数去我中文香港也可以 那你过了数之后 还有这个恒西银行是有转数快的 那你过了数之后 在那个银行收入上面 写回你的email address 然后 take an image share回香港finance hour gmail.com就可以了 那五月份的 如果你想订阅的话 可以现在付费 那你给了钱 那我会给你那个月的投资日记 好吗 那 就快会出五月份的第一期 好吗 那今天说了很长 说了42分钟 那大家如果有 任何的留言 那你可以在 YouTube留言也可以 你可以在网站留言也可以 你可以email给我也可以 好吗 三样也可以 好吗 那今天说了很长 42分钟 那多谢大家收听 那明天就会有 到星期五的中国民心 香港民心 好吗 拜拜